都说探病难探病贵 可是呢在中山的古镇 这里的居民似乎没有这样的压力 只需要三块钱 挂号和取药就能够全包 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陈伯是中山古镇曹布社区一村的村民 随着年纪健大 身体不免患上了些慢性病 经常要到卫生院开药 他说自从有了这个门诊医疗保险 每个月可以省下不少的医药费 起码都是三几十的 小小都 多点啊 特别十的有的 三文鸡就六个月 有时有了 各个有了 有时就来老药了 然后加上方便了 据了解 村民每人每月只需缴纳12元 基本门诊医疗保险费 就可以享受三元看病取药 而这12元中 市镇两级各补贴三元 村委也给了四元 所以个人只需要支付两元 我们不行持送 每年都不行持送 又不封地 突困 突困有个症 我们很多东西还可以感染 甚至连这三万块都可以感染 据古镇人民医院社区办 黄主任介绍 目前古镇已有 六万六千多名户籍居民 参加了该保险 全镇的13个社区卫生站 也可以覆盖所有的村或社区 但由于生活成本上涨 三元全包的政策 也受到了不少阻力 来诊疗的病人会越来越多 对有些药品的需求 对服务的需求 所以处方额有所大都很清楚 加上现在我们的人力支援全管 都会高一点 所以压力也有点大 感谢观看